华为手机居然有五种截图方法 知道三个以下,手机就白用了 但是截图功能就有五种之多 会三种以上方法,你的手机才算没白卖 首先打开手机上的设置,点击智能辅助 选择手势控制,将三指下滑截屏这一设置打开 然后回到你要截图的页面,将三根手指并融在一起 然后由上往下滑动就可以完成截图了 这是华为手机独有的一种截屏方法 不是用手指在手机屏幕上面画S 而是用手指关节在屏幕上面重画 就可以直接当你截取手机信息的完整场 除了上面介绍的四种方法 还有一种简单的,从手机顶部向下拉 选择菜单栏里面的截屏功能,点击即可直接截屏 华为手机除了截图有黑科技,还有很多其他的小技巧 比如手机扫描文件,直接把通知栏下拉 然后点击扫描文件按钮 再把手机对准需要进行扫描的文档 就可以轻松扫描了 当然这一功能和手机信号有关系 如果你的手机没有这个功能 也可以使用其他小工具 比如打开图片转文字识别软件或者掌上识别网 一键拍照就能提取文字